回到新闻现场 首先要带您来看 台铁今天上午六点钟 开放西部干线的春节订票 第一分钟就有三万多张订票成功 几个热门时段的自强号座位 很快就被抢光 而台铁表示 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半 他们都会在网路上面 公布剩下的车票张数 有需要的观众朋友 可以再上网试试看 为了抢购春节返乡车票 有民众一早五点多就起来 坐在电脑前面准备订票 就准点的时候 说赶快订啊 订完你订到 就是你要订 大概订一两次就没有办法再订 还有这位民众三年来 都是利用区间方式订票 所以轻轻松松就订到 回台中的车票 如果是说你比如说 你订远程的订不到 你可以订到一个中途站 比如说台北新竹 或台北中立桃园 然后再从桃园再转到 其他的那个县市 那是很方便的 台铁今天开放西部干线 农历春节订票 因为加宽网路频宽 所以六点一开放后 第一分钟就成功 订票有一万七千多笔 订票的张数是三万三千多张 整体的订票 比周四的东部干线更顺畅 此外根据台铁上午的统计 几个正门时段 像是二月一号小年夜整天 以及初三到初五回程 全天自强号西部干线 下行和上行的列车 都已经没有票了 另外周四开放的东部干线 到昨天晚间 售出超过三十九万张 特别是往返台东地区的车票 更是一味难求 台铁也提醒每天晚上十一点半 都会在网路上公布剩余的车票章数 有需要的民众别忘了上网确认 此外已经订票成功的民众 也别忘了要在两天期限内去取票 否则超过期限将会被取消资格 接着吴雅瑜林国皇台北报道